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求我能不能画一张画和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华工在这里劳动的情景有关系的一张油画 当初我老实说也不知道一百五十年前第一批中国人来就是华工 因为我住的城庄正好是华工的后裔 他们经常在讲起这个铁路的事情我也没有注意 我都注意到是淘金时代 但是我这个时候呢 那领事就请我去看一个画展 就是照相展规里面大概有九幅 中国当初有德国摄影师和一些爱尔兰的摄影师拍的照片 那么我就看到其中一张照片 我说哎呦 这个照片这么模糊 把它画得像这个人这样大 那就很好 他说这不是画 这个是照片 我说我可以把它画成画 然后就这样呢我就画了三幅油画 那么论领事说我看你这个能不能像你爸爸一样 把自己的家里的医院捐权给国家公司核心 然后把我这幅画作为对华工的一种表示一种敬意 就捐给了斯坦福大学 从这以后呢 这个我就在苏建华这个支持下 就在他那里开始开画展了 刚才这个侯老师说到他的父母 他当父母早年在上海呢创立了医院 后来呢捐给了中国 那么侯老师呢 侯老师刚才说到一个 他说我到美国一晃就三十四年了 一晃三十四年 那么三十四年的时间呢 他其实在之前是住在旧金山的 但是在二十五年前呢 他搬到了一个城镇呢叫做Locker 那么中文翻译呢叫乐居 这个小城镇呢是非常有特色 因为这个呢就是当年铁路华工寄居的地方 而且呢侯老师搬到那个小城镇以后呢 才知道原来他的邻居呢 就是铁路华工的后代 是吧 你是当时是怎么去搬到Locker去的呢 我是参加了1987年 1989年的全加州业余画家这个比赛 您职业画家去参加业余画家的比赛 不是 我当初我不是职业画家 我是大学刚刚毕业 就是熟师生MASTER毕业 毕业它根据美国的移民法就是 你有一年的考察这个期间 如果你找到一个画廊或者是个老板 会聘请你 你只要三万块美金的年收入 你就可以申请预考 那作为一个画家 所以你就去参赛了 很少人能够卖得掉画的 是 所以说结果还是我的太太找到了我 哦 所以您当时参赛之后呢 是什么样的引导您 最后搬到去Locker住的 因为我住在Russian Hill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那个老板呢是Bai Meyer 他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这个自助人 就是上海的三万四的自助人 但是他对他的财产保护得很严密 我把我的大画别的创作都放到他的个垃圾里面 没有告诉他 嗯 他就拿火了 他说你这个一定要在三个月之内搬出去 嗯 这个地方不能 不是给你画画用的 我一着火 他又是油 油亮 其实油画不会烧起来 嗯 但他就把我等于想象的把我赶出来了 嗯 所以说我就跟我太太两个人想起 当初比赛的前景 有一个有个裁判就跟我讲 你济南是从三万四来的 那你要知道应随求援 嗯 那你就要想到这个河流地区 就有中国人的后代 嗯 所以说我们 我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可以画画的 嗯 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跟刘海叔大师 他是我的邻居 嗯 也是我爸爸妈妈的病人 嗯 所以说他免费教我 我从六岁就开始跟他学了 嗯 他就是 他是鼓励我到美国来 嗯 因为他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唯一 不容许撒谎的人存在 嗯 所以我相信这个理想 我就到这里来了 嗯 您当时搬到洛克去 也是因为这个就是 评判给你的一个启示 但是也是去 发现一个自己的主题 是吧 那你觉得 主题就是光 主题是光 嗯 你在这个光里面发现了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主题呢 嗯 这个可能也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西洋油画的最大的主题 就是光的背后到底有几个对比式 嗯 在至今为止到Money为止 还是三个到五个对比式 嗯 您发现了多少个 49个 49个 嗯 因为每一个光 嗯 一共是七个光源 嗯 红橙黄绿青蓝紫 嗯 每一个光 既然是能够从三灵经当中看到 嗯 它为什么可以排列在一起 嗯 它是从暖的光到冷的光 嗯 放在一起的比例不同 嗯 而且这个Rimbau 嗯 这个出来的时候 它是红的是向上面 嗯 因为上面是太阳 嗯 太阳给的是温度 最高的温度是红色 嗯 所以说 最亮的光是黄色 紫光往往都是消色的 嗯 所以说没有人当初在拍照的时候 把一幅照片拍成有紫色的调子 嗯 一直到Monet以后 这个现代的摄影师 在继续研究 嗯 发现很多微妙的色彩 没有被解释出来 嗯 而印象派是第一代 把它分析出来 嗯 因为我非常感动的就是 这个Monet 他说 你在我工作时候的背后 有一块白墙 嗯 我可以知道 根据它的白墙的阳光的角度 嗯 和色彩的强弱 嗯 冷光和暖光的区别 它就可以判断 每20分钟有一个突变 嗯 我就是在这样的启示下 我觉得三番茨吉兰没有地方给我画画 我就到萨格门特培亚里去了 到了这个Locker这个画画 那么书官长是怎么发现了侯老师呢 你讲到这个 我看到你序里面说 在有一次呢 你是跟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一起去啊 就是看这个侯老师的画画 当时呢 是在这个 他的画室里 第一次看到了他那幅画 就是他乡也然是故乡的那幅画 当时你第一次看到的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 那一次是17年吧 我们跟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许馆长 对 还有董事陈平洪夫妇 我们一起去和您的画画 嗯 和您以前跟我讲过 他画了一幅很大的画 但当我们在他画画画台字上 厨房的台字上打开 我们也吓一跳 太大了 后来这个画有 就迷你都不做饭 有将近68尺长 嗯 对 一般的竹子也就五六尺长 对 所以我们就打开看了一部分 嗯 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觉得这部画是一个可以超过 莫奈跟黄冰宏的综合体的一个画 所以我们当时非常震惊 因为和您的画是那个比较小 嗯 所以我们看得都串不过气来 嗯 最后还是和您体会到大家的情绪 就把我们带到他平常散步的那一个小河边 后来和您告诉他 这个小河边就是他画画的取材的灌木虫 而且那个小河边的暗地就是当年的铁路劳工 做完铁路工程之后 在那个Delta地区做农民的时候 这个挖的地坝 对 所以我觉得那天的感觉到我现在为止还是栩栩如生的 嗯 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去表达去倾诉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看到那些灌木虫的时候 其实你帮他们把他们的故事给讲出来了 嗯 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嗯 因为到至今为止 这个Sacramento地区的那些政府官员和国家公园的管理员 他把Lock变成了这个Sacramento州公园 嗯 他说你是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会继续带下来 嗯 而且有很多的后裔他们都走了 昨天我太太还告诉我 嗯 一个女孩子 现在算起来大概是58岁吧 嗯 昨天晚上刚刚故事 嗯 她是 她父母都是铁路工人 嗯 所以说她也故事了 所以说很多人 很少有人会留下来 嗯 结果走了 嗯 那么我就跟他们讲 嗯 所以说这个 情况变化很大 嗯 就是从生活上也好 从感情上也好 嗯 嗯 这个中国人其实很现实 嗯 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嗯 都走了 嗯 而且不是画画的 都是搞农业的 嗯 嗯 所以说他们走了以后 那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来的呢 嗯 你到底为了什么呢 我就是想追求他们的灵魂 嗯 就是花工一定有灵魂留下来 嗯 那我不是迷信 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社会 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社会长大的 是灵魂的 嗯 没有人修的 嗯 人也没有很多人去看 嗯 他们的后遇也不在 嗯 那么当地有一个人 我后来叫他妈妈 嗯 他其实叫 Connie Connie Connie呢就是说 嗯 他可以听到鬼在讲话 嗯 我想 灵魂其实不是鬼 嗯 是灵的心灵的一种声音 嗯 而这种声音是无声的 嗯 那 他说我看到这里的厨房间和走廊里 经常看到一个老人走过 嗯 那后来我就去了解他 嗯 为什么是老人走过 嗯 后来呢才了解到 中国 在那里移民的 大部分都是单身 都是男的 嗯 老婆都在中国 嗯 他们离开了大陆以后 就从今以后跟老婆 就家庭 就没有办法团聚了 他们永远都没有再见到 永远都没有再见到 永远没有再见到 嗯 所以说 Connie是专门照顾他们 嗯 然后到他们死位置 嗯 那么在他的家里门口呢 嗯 放了大概十一个 臭碎马桶 嗯 他每一个照顾的人 死了以后 他就把马桶收下来 嗯 结果在萨克莫路的旅游杂志上 都登出来 嗯 他是有名的 这个抽水马桶 嗯 花园 嗯 听你讲这些故事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真的是很动人的故事 但就像你说的一样 就是他是有灵魂的 那这种灵魂呢 给你的心里的一些感召 对 那你留在那边 就像你自己说的那样子 就是在安静的状态下 严肃的追求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真特别好 嗯 嗯 在没声音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你 反省自己走了一辈子 到底 嗯 价值在哪里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幸福 嗯 那么对我来讲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呢 幸福就是你最爱的人 嗯 能够觉得幸福 甚至于你是受苦的 也是应该的 你是受苦的 你最爱的人是幸福 那你最爱的人不是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上吗 不是 不是 我把我的痛苦变成了给别人的礼物 嗯 因为你没有通过艰苦的奋斗 嗯 我有的时候在零下这个中国来讲 就零下十几度 嗯 情况下 我照样画画 手和脚都结冰了 嗯 我都在画画 我觉得我 我的行为 会带来人家的 他人的幸福 嗯 我觉得虽然说在你这个身体上可能是痛苦的 但是在你心灵里面我觉得他是幸福的 嗯 所以说我 嗯 可能也没有 不是完全 嗯 百分之一百的相连 嗯 嗯 我在美国得了脑膜炎 嗯 就是因为身体在冬天 嗯 不足以冷暖 嗯 就得了大野性肺炎 嗯 这个肺 肺都服事 啊 肺都里面都是水了 嗯 所以说 嗯 我大概66天住在这个ICU 嗯 嗯 走出了这个结证院 结证室 嗯 因为当初有17个人都得了 这个脑膜炎 嗯 他说是有色冷中 嗯 容易得 嗯 但是里面也有白人 嗯 基本上都死了 最后我是唯一的信神者 所以我觉得冥冥之中吧 你就是这种使命驱使的你 嗯 那么刚才这个佛老师也说到 他是这个在安静的状态下 是严肃的追求 那么也说一下乐居镇呢 是早期华工和他们的后人呢 仿照这广东老家的这个风格呢 在美国的土地上呢 兴建的一个村落 这个村落的修建是1915年建造的 也是在美国呢 唯一的一个中国民居的村落 那么侯老师在那边呢 他画画了很长的时间 25年的时间啊 那么这幅画呢 是他乡依然是故乡里面呢 这次放在这个铁路华工 150周年基建展上 大家可以在里面可以感觉到 他在里面所表达的这种情感 和在那个一草一木 对于他和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这种感受啊 这次画展呢 还有一位画家呢 是何宫 何宫我记得是四川人嘛 在何宫以前来过 是你们老乡 我们老乡嘛 很可惜 因为他今天本来 他应该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因为他现在监论四川大学的教授 他们有研究生答辩 所以他来不了 但是半个月前 他亲自把这24块茶砖 用很大的一个箱子给运过来的 这个非常有特色 何宫的这个创作呢 是把他这个画呢 是用他的手啊 把他手工刁在这个 画在这个茶砖上 对 因为何老 何教授 他是85年 是在美术学院 那个研究人毕业 后来又到美国来做研究 也定居在洛杉矶 那么他也在四川大学论教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创造性思维的一个画家 我以前只是他听说过 他在西藏的牦牛饭上 收集了很多牦牛饭 在牦牛饭上画画 所以我那天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在牦牛饭上 要画一幅一色权贵的肖像 叫饭土大年万后行 对 但是他这个茶砖 是金鞋如粪土 是他三个月前就告诉我 而且这个茶砖是亚安出来的 亚安出来的 这个黑茶的茶砖 曾经发生地震的 都是运到青海西藏 给那些底层的牧民去喝的 上层的可能就是喝普洱茶了 这个亚安的茶砖 那么何教授在亚安茶砖 用亚克力颜料 把他能够找到的 网上比较容易找到 那些华工的老照片 把他画在上面 而且这种茶砖的基礼 这种深褐色的 酱油色的 我觉得跟这个华工的历史 跟那个时代的记忆 好像很吻合的 所以我说他那个很有创意 而且他选了24块 又代表了中国的24个节气 对 那么后来有李聚就告诉我 他说这个茶砖你的主题也选得好 他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这个建东西铁路 最难的这一段 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时候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爱尔兰的劳工 和中国的劳工 爱尔兰的劳工主要喝威士忌 中国的劳工就喝热水 所以人家说这条铁路 是威士忌加茶给建成的 那么何教授很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也对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的起源 就是因为波斯登那里 这个茶党的运行 是因为茶税的关系 把茶倒在大西洋里 引发了美国的独立战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 是因为茶而起的 所以我觉得何教授 用这个茶砖上来画 这些铁路老公的老照片 我觉得有很深的历史 跟现实的意义 所以我们这次展览 就是说也给这奥子师傅画 奥子师傅常常画 取了一个名字 叫历史的下午茶 历史的下午茶 为什么说是历史的下午茶 因为下午茶本来是一种很消遣 你中饭吃个半饱 在晚饭 美餐还没有上来之前 一种休闲的感觉 休闲夜 吃点小点心 再喝点很好的下午茶 那么这就是英国起来的 一种贵族社会 上流社会 很优雅的 一种很消遣的活动 但是我们用这种下沉的人民 喝的雅安的茶砖 黑茶茶砖 在上面画这种沉重的历史的照片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中央太平洋铁路 其实我们划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没有这一条2万多划工的 努力这条铁路肯定 不可能提前七年建成 也可能几十年都没建成 那么但是建成的时候 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尽头 据说有一个中国人的背影 但是不能确定 所以我觉得建成的时候 是被刻意被遗忘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隆重来纪念这个活动 包括史丹佛大学 因为史丹佛大学是靠 其实就应该史丹佛大学来办 政府来办吗 我认为就是应该 像加州州政府的 Clock Museum 而且Clock就是当年的 铁路的四巨头之一 而且他是第一个建议用华工的老板 另外老史丹佛 就是因为这个铁路劳工 华人填入劳工 给他创造了巨额的财富 所以他建了史丹佛大学 但是Clock Museum 他们也没有这个想法 来做一个大型的艺术展 史丹佛大学博物馆 也没有想法来做一个艺术展 你觉得为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通过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尽管我们的艺术家 创造了非常非常好的艺术作品 跟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嵌合的 但是美国像史丹佛大学博物馆 那个加州州政府的美术馆 叫Clock Museum 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 来表现这个问题 他们觉得用历史和文 文献 把这个事情显现出来 就可以了 但是我认为是不够的 因为从真实上来讲 艺术要比历史更有力量 有更深的记忆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尽管这个华人田路劳工 已经成为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了 但是我觉得 在美国主流的社会里边 他们可能并没有把这个事情 当做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亚裔社区 尤其我们中国人社区 要齐心协力 来做这个纪念的活动的原因 对的确是要齐心协力 我觉得刚听书馆长讲 因为我认识书馆长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 有责任的一个 我觉得是艺术推手吧 谢谢 不 因为我们这次展览 如果倒过来 就何教授的这24块茶砖 就是代表了真实的历史 代表了遗忘 所以我们取名叫历史的下午茶 实际上真实的含义是 希望历史不是一杯下午茶 大家不能遗忘 对的不能遗忘 那么猴云的这个大卷子 就代表了这个情绪 就是说这种非常的 相仇 对 相仇 当然这些华工 如果在他们的故乡可能更惨 他一天一个美饭都赚不到 而他到这里一天 还能赚他们老家几十倍的钱呢 尽管他们千辛万苦 可能路上会死掉 但是他们到美国的生活的改变 是非常大的 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们虽然赚了很多的钱 跟他老家相比 但是他们这种相仇啊 这种复杂的情绪啊 所以我觉得 何宁这个大卷子 虽然不是为华南铁路劳工 画 赚本画的 但是它恰恰反映了 这个最深的这一段时间 对 尤其在Lock这个地方 是 是 是 另外赵老师的这个大卷子 你看它是个彩末的卷子 而且它整个情调是比较快乐的 比较光明的 从盐湖城到旧金山 再从内陆到这个海洋都打通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三个卷子 一个代表了历史的遗忘 一个代表了历史的情绪 一个代表了历史的现实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卷子 放在一起 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展览 只有三件作品 这也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也很自豪 也非常感谢这三位艺术家的努力 虽然只有三件作品 但是三位艺术家很多年的沉淀 而且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创作 非常有价值 也希望大家能够到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去看这个 纪念铁路华工150周年的这样一个展览 时间到这就差不多了 非常谢谢书官长 也谢谢侯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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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